苏仁斯和平安 艾翰 音乐 专辑叫 本来叫 《还在寻找》当中 有点长吧 因为我是用英文想的 就想到 《还在寻找》 是以我个人当时的心态来取名的 这个专辑是有很充裕的时间去慢慢的做好 慢慢的再打磨 反正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 所以到真的要决定什么时候推出专辑的那天开始 就我们真的要决定 好这个专辑应该叫什么 最后要叫什么名字 那个时候就在跟我跟写词人 因为我们的整个专辑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写词人包办的 所以文字上面的东西我会跟他沟通比较多 我就问他你觉得寻找中好不好 然后他很快就回我说不如叫准备中吧 因为他对我已经有一定的相处时间 然后也对我有更多已经了解我很深了 其实他老的朋友 我就说你这样想吗 原来准备中 所以你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吗 他还没准备好 但是他知道我比如说要换经纪人 巡回演唱是我主要的工作 然后那个也整个制作有一些新的改变 还有就是 所以那些都是 我的心态是随着那些改变而改变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是还蛮同意我已经在准备中了 而且准备中听起来就像一个日本餐厅料理外面那个牌子 不是说关闭或者是开门营业 他就是准备中 他就你会觉得很引人入胜吧 就觉得他们在准备中准备什么呢 好像很有期待感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同意用这个准备中 我们就已经好了 就是还要等那个时间 我们决定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就其实你进来就已经准备好了 是这个概念 然后到最后还是因为我好久没有找一个老大当 就是朱祖尔他是一个非常仔细非常非常用心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做艺术的做美术的人 我很久没有他上一张跟我合作是08年 他几乎都不做唱片封面的东西 他就听到他就问嘛第一个问题说你的专业叫什么名字 他还没说说没有没有没有答应的 他就说你专业叫什么名字 我说准备中 他说好 好 我喜欢这个名字 很积极 我做 就一口答应了 所以很感谢他也很感谢有这个 如果寻找当中可能他就不答应 说不定 所以我很感谢有这个名字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有意义 所以就好准备中